平时台剧《皮子英雄》 导演蔡岳勋2009年成功敲响金钟 当时蔡岳勋还将讲座献给妻子余晓慧 两人开心永文讲座 可见当时爱得浓情蜜意 如今镜周刊报导两人闹婚变 余晓慧五月曾在脸书分享心灵鸡汤 似乎亦有所致 回顾两人情势 过去因为合拍电视剧扮你一声擦出火花 余晓慧不顾旁人劝谏交往两个月就闪婚 这座人就把我找来说 晓慧晓慧来来来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戏什么都好 就一个人不要接近 那个人就叫蔡岳勋 大家好拍一个戏就交一个女朋友 你千万不要被她弄走 婚后余晓慧担任编剧制片 台剧《战神》《白色巨塔》《匹斯英雄》 都是两人辛苦的接近 余晓慧成了蔡岳勋 愚公愚思最得力的左右手 但两人的感情 成夜戏剧分野疑似因为戏剧 我要牺牲我的家庭 我太太 哎呦太子 亏了 你们现在看到了理想 我很对不起他们 2006年蔡岳勋拍完《白色巨塔》后 传出两人关系降到冰点 近年来蔡岳勋多半在中国发展 和余晓慧23年的婚姻 似乎走到尽头 还牵扯出第三者 现在古装扮相 微博上分享拍戏花絮 她是26岁中国女行上纳 传出近来她跟蔡岳勋走得很近 讨色绯闻很可能是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太太刚才讲 我们连过年都很少这样 六个人凑齐这个关系 2019年 两人最后一次公开合体露面 蔡岳勋遇到投资纠纷 遭控欠据额不还款 没想到现在又因为婚姻亮红灯 再登上媒体版面 近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